Hello 歡迎來到 HK2Tor.com 我是阿榮 我們今天就不講Photoshop AI的教學了 我們就想介紹幾個很有用又有趣的Web 給大家用的 一般大家可能會以為Web 只用來看網站或者看消息 但其實現在的Web 功能已經很多 例如我現在在畫畫的這個其實是個網站 OK 我們今天會介紹三個網站給大家 第一個就介紹我現在在用這個 這個我自己都很常用 有時我都會用它來畫完一些東西之後 就放回Photoshop 或者AI 用來做一些畫面 網址就是這個 MrBoom.com 我會貼在網站上面 如果你在YouTube 看的話我會在Post 下面貼到連結 這個網站就可以畫東西 它除了畫到我現在看到這種風格之外 我先清理了我的日子 都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就這樣去到這個網站 你應該會看到什麼都沒有 我們有幾樣東西要教的 第一樣就是 左邊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線的顏色 例如我可以感覺到紅色 第二個就是背景 我可以在黑色上面畫白色 正中間白色 然後這個按鈕就是 它有些不同的效果 我們逐個逐個示範 第一個叫Sketchy Sketchy 就是我剛才畫出來的效果 當我們畫的兩條線接近的時候 它就會在中間的位置 自己感覺一些線出來 很像素描的效果 然後第二種 Shaded 就是網狀的效果 大家看到嗎? 可能鏡頭有點細 可能會看不到 一樣 越近的話就會越 密 因為越來得開 線就會越疏 接著就是 Kromi Kromi 就是彩色 自己會走來走去的 接著就是有Fur Fur就是一些線 接著你的Bud的Angle 來轉 Long Fur 接近 不過就長一點 比Kromi的長一點 它有很多不同的 Web 也是有趣的 好像剛才那些 不過就不是直線橫線 而是一些網狀文 OK 接著就還有幾隻 Simple就是普通線 接著我們就可以 Clean了我們的畫板 會問你是否Sure OK Simple之外就做Square Square就會畫一些正方形出來 如果你不想畫的 即是不想自己排舊的東西出來 你可以利用它 然後再放在Photoshop 我們先Clean了它 接著就是Ribbon Ribbon 我個人就常用一些 它可以畫到一些 絲帶的效果 我有時候都會利用這個網站 來畫一些pattern 然後丟到Photoshop 好了 接著就還有Circle 它會自動 Random噴一些Circle 接著就是Grid Grid是Error的 它會用不到的 假設我們簡單單 先畫一塊東西 接著我們試一下Export去Photoshop 看看 調整筆的顏色 黑色 黑色 白色 就容易做 我用 wap 假設就畫 也是寫HK跳拖 我們可以 wap的效果都是一般 也是Sketch 好一點 就用Sketch 算了 算了我隨便畫一些東西 然後丟到Photoshop 示範給大家看 好 再畫一塊 越埋 再畫一塊 越深色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Save 這個按鈕 然後你 就會變成了一張PNG 你就可以 將它 撞到你想要的地方 例如我將它撞到我的桌面 我先縮小 不好意思 OK 將它撞到桌面 我們就可以在Photoshop 打開 這張PNG 關於Resolution 是怎樣設定的呢 我先去到網站 這個 Harmony Harmony Web App 它的Resolution 只是跟你的screen 的Resolution 所以 你的螢幕越大 你就越好 例如我可以 教到我的螢幕最大 是25601 我最大可以畫到2560 但是用來畫一些pattern 也挺好的 接著我們就會說下一張 第二張 就是Inspiration 網紙一樣 我會放到Post 這張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它的UI 上面有筆刷 有不同的筆刷 第一個 最基本的 其實可以自己按下去 最基本的 第二款 就是接近剛才的App 的Sketchy 越近的話 它就會 越多線 圍著 大約是這樣的效果 然後還有其他的 這個就類似剛才的Long Fur 其實都是一些接近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些 再密一點的Long Fur 然後還有很多種筆刷的 我就不詳細逐個介紹了 各位可以自己試一下 為什麼還要介紹呢 因為網絡功能就跟剛才差不多了 但它有多了幾樣東西 首先它有Undo 這個相當方便 在Photoshop Photoshop也有一個Undo 如果你不懂得用History的話 然後它就有 Eraser 可以刷東西的 除了剛才那個之外 我們先調整左邊 不好意思 有點亂 還有Size可以調整的 例如我們的Brush 有Size可以調整大中小的 先調整筆刷 先調整大中小的筆刷 就有些大中小的筆刷可以調整 OK 顏色就一樣 可以開Color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先清除它 最右邊有個Clean 是不是 Sure OK 我們Clean 就是Symmetry 它有 水平的 Sorry 我可能要Refresh一下 我看 因為我之前用Resolution OK 接著就是Symmetry 它有Horizontal Vertical 還有這個 我都不懂得讀 但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 萬花童的效果 我們逐個逐個試試 Horizontal 記住這個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按一下就會開 你多按一下 它變成不是紅色的話 才會關掉 Horizontal Symmetry 即是鏡射 例如我現在畫 我們就可以畫到鏡射的桃園 出來 方便 我們就可以畫到鏡射的桃園 很方便 然後我們先清除它 垂直 就一樣 垂直 然後 萬花童就特別一點 中間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十字按鈕 這樣就可以將它倒閉來倒閉去 將它中心點放在不同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萬花童 例如我們選擇的顏色 你要是橙色 就橙色 你也答不到我了 我自己選擇了 橙色 我們先選一隻筆刷 用回這一隻 我也挺喜歡這一隻 我們就可以畫 萬花童的效果出來 你這隻筆 你這隻筆走到旁邊也不要緊 它自己會上升 這樣就可以畫了 轉一下顏色 轉紅色 紅色 就轉紫色 淺一點 這樣就可以隨便地畫了 你還可以用拆膠 再轉做拆膠 Sorry 拆膠 轉個尺寸 Small OK 就可以 插一些圖片出來 這樣 然後你還可以再轉個中心點再畫 相當之方便 一樣 它一樣有save的功能 一save之後 它就會自動下載PNG 那你就可以 開一張PNG出來 它跟這些webapp 基本上都是你的browser 多大 它就是多大的 這隻都相當之好用的 我都會經常用它畫 鏡射的pattern 然後才放到photoshop用 這樣也挺好用 接下來我還會再講多一隻 這隻叫做Beautiful Curve 這隻都是畫用的 但是 它就有少少不同 跟之前那些 它就沒有 那些 剛才那些 好像sketchy 那些 分成字 感覺 這隻 這個網站叫做Beautiful Curve Beautiful Curve 你一去到它的UI 就簡單一點 左邊只有一堆顏色 除了這一堆顏色之外 就選不到其他顏色 右邊有兩個 Longer Shorter Thicker Thinner 那這些是甚麼呢 一畫你就知道了 上去一畫 它會自動三棵 好像曼藤的東西出來 那這些粗幼就由 這兩邊選擇了 我們可以clean了它 例如我們想那條線長一點 大 就幼一點 我們就可以畫到一個這樣的形狀出來 當然啦 你可能不需要那麼長 粗一點 Sorry 我按錯了 然後clean了它 例如我們可以畫一些字 可能要再較短一點 再較短一點 最幼一點 如果不是自己要畫這些都 有時間 可以省時間 我們就可以寫一張字出來 一樣我們可以save save 之後一樣是一張png 可以將它填在Photoshop 那你就用得了 當然它的resolution 就不會很高 但是你也可以拿回 Layer 出來做pattern 或者是 因為它是黑白 你可能可以在AI trace 如果你的pattern 不是很複雜 很複雜 但關於這些樹的話 如果你是用Mac 我稍後會有些關於Mac的其他 繪圖軟件來推介大家 有一隻畫樹 或是Lantern 也是很方便的 我們今天 就教了大家 三個網站 這三個網站都蠻好用的 第一個就是 Harmonic MrDoom.com 接著就有 Inspiration 這個就可以畫一些鏡射圖案 第三個就是Beautiful Curve Beautiful Curve 用來畫字 我覺得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用來畫 一些圖案的話 小小的圖案的話 都可以接受 例如畫一些 心形 或者是其他 畫一個骷髏頭 我白手畫的也是一般的 大概是這樣 太噁心了 我不想再畫下去了 大家玩一玩 這三個網站的 我們的連結 會放在我們的Post 也會在YouTube下面的Info 也可以的 多謝大家支持HKtuto.com 有什麼意見 可以去到我們網站 www.hktuto.com 告訴我們 有什麼 Tutorial想我們做的 都可以告訴我們 或者可以去我們Facebook like我們 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